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前一集测试泛响F395 USB随身碟 真的太过于专注在 求证这一家是不是脸书上的一夜市诈骗购物网站 我是完全没有注意到F395 USB随身碟规格 原来它已经是走USB3.1 Gen2 10Gbps的读写速度 还好在观众好心提醒 都上了Gen2 10Gbps的高速读写 也才只能跑出500MB每秒左右的成绩 还真的是好棒棒啊 忽然间卧材恍然大悟 啊 对哦 依照现在USB3.1和3.2 Gen2 10Gbps的读写速度 最少也要有800MB每秒上下 才算合乌读写速度标准要求 而且我也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在我换了Z690主机版之后 为了测试方便 都是使用上面可以向下相容USB3.1 Gen1和USB2.0的USB3.2 Gen2的插孔 所以我应该再补测一下范响F395 在USB3.1 Gen1 5Gbps的读写性能表现 免了一些不了解自己电脑和主机版 有没有支援USB3.2 Gen2插孔 结果买回去一测试到 只有200-300MB每秒的读写速度 又再指正告诉我 这测试有点不太正确的麻烦事 我有在补齐所有测试资料后 这影片才有参考价值对吧 当然我也在买了观众推荐可以真正跑到USB3.2 Gen2 10Gbps速度的 金士顿Data Traveller Max USB3.2 Gen2 256GB随身碟 目前它的256GB容量建议售价为1980元 如果想要再便宜一点 就请自己到各大拍卖网站找一下 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 免得又说我在业配了 而目前市面上大家都简称叫它做DT Max 它也是目前号称有1000和900MB每秒的读写性能表现 又加上它是国际大厂金士顿出品完全符合观众要求 说它只敢用大厂所生产的USB随身碟 也让我很期待它接下来的测试表现 可是当我到金士顿的官网 想查看一下DT Max随身碟 是用什么主控晶片和颗粒类型的相关资讯 但是看来看去都没有找到这一类型的相关资讯可以查询 我想也没差啦 反正它是符合观众要求的国际大厂生产产品就好 相信这些国际大厂应该也有一定制作品质水准 也不用太担心才对 那接下来把DT Max USB随身碟简单开箱介绍一下 嗯...整体包装设计水准就是简约大方 再下面是金士顿公司的商标和5年有限保库标章 上面就是产品名称和你购买的容量大小 中间部分就是我购买它的主要原因 大大的标示出它的最高读写极限 12900MB每秒 但要注意一下它只有支援Type-C插头 如要用在Type-A插孔就要自己再找一个Type-C转Type-A的转接头来用 转接头也要找可以支援USB3.1 Gen1以上速度 这一点也要多注意一下 而在背后就是产品说明和保护注意事项 拆开产品包装后 DT Max主体是用透明塑胶盒固定 盒子里面也是空空没有附上任何说明书之类的手册 而这DT Max的制作水準还算可以 上部就是它独特设计的极状塑胶外壳保护盖 整体摸起来有不错的止滑效果 只要轻轻向后滑动 就能让你的Type-C插头裸落出来使用 在设计使用上非常有巧思 蛮用心的 但是一翻到背后才知道原来只做半滑盖轴式的收纳 怎么看起来还是有一点觉得怪怪的 只做半套保护而已 而在主体外壳怎么感觉还是用塑胶材质呢 这一点就让我不懂了 这DT Max读写速度最高可达800-900Mbps 所产生的热量可是不能小看 照道理来说也应该用上铝合金材质 来加强导热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才对 嗯...我想这应该又是大厂的散热黑科技吧 只要用塑胶材质就能达到最佳散热效果吧 好那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开始进入我们的测试部分 而这次测试平台和上次使用的是一样的 CPU是Intel 12代 i7-12700K 主机版是机家Z690LG DTR4 记忆体有16GB 显示卡是维新GamingX3RX6900XT 16GB 首先是在DT Max 256GB 在MacOS测试到的读写速度 为955和872MB每秒 测试过程中也是保有一定水准 没有逐渐夸张调述问题发生 接下来是测试在大量资料写入后 缓存用镜它最后读写速度还有多少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DT Max在缓存用镜后 它的写入速度会掉到130-150MB每秒之间 哎呀!这下就有点不妙了喔! 而在读取表现则是有827MB每秒 是相当好的USB 3.2 Gen2 10Gbps的速度表现 但两者的读写速度真的有点落差太大了一点 看图表感觉它的缓存应该有13-15GB大小 在缓存用完后就直接狂掉到130-150MB每秒左右写入 真的太奇怪了 这种写入表现是因为它使用主控和颗粒的问题吗? 还是在写入过程中产生了高温 让它的温控保护机制启动 而限制了它的写入速度呢? 真的让我很不解啊! 如果知道原因的观众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一下!谢谢! 这样和泛响F395两则比较起来 如果你需要长时间大档案资料写入 使用快两倍以上写入速度的F395可能会好一点 如果是单纯只需要读取那DT-Mass会是你不二人选 在USB 3.2 Gen2 随身碟 应该没有人比它读取更快的 在测试过程中 我用温度枪测量DT-Mass 随身碟温度 结果只有26度上下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黑科技让它的温度可以保持那么低温啊? 太不可思议了! 厉害呀! 接下来是Windows 11的读写测试部分 首先来看Crystal Dismark的读写性能 我一样分别测试了空盘0% 半盘55% 满盘91%三种的读写 基本连续读写 DT-Max在读取速度都能达到它所标示1000MB每秒左右 但在三种容量空间写入速度都只有340MB每秒上下 更让我大致一惊试在测试过程中它的温度已经飙升到79度 我的妈呀! 这温度表现和没加散热片降温的NR2 SSD有的拼 真的好想把DT-Mass的塑胶外壳土炮改装NR2散热片上去 这样它的测试表现应该会再好一点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927分 这部分就真的比范侠F395再好一些 而它的IoPS约在27368和131283 然后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这部分 我直接使用我的15.6GB影像素材档案来复制到DT-Mass里面 初期写入速度约在260MB每秒左右 预估拷贝完成时间大约在60秒 在缓存内几乎都可以在260MB每秒上下写入 可是当写入到50%大约有8GB时 马上掉速到只有14MB每秒左右 可是当要在回升速度时 又马上掉下去到50MB每秒左右保持在那里 怪了怎么和我预估它的缓存容量大小差了一半 我猜想可能应该是DT-Mass的高温保护机制启动 把它的写入速度大幅度拉下降温先 等温度降下来一点 它又马上回升到260MB每秒上下跑 之后就一直忽高忽低的把资料拷贝写入到完成 如果真的和我猜想一样 DT-Mass是受到高温影响到写入速度 真的希望金士顿可以把DT-Mass改用和F395一样的铝合金外壳 来帮忙加强散热减少高温降速问题发生 不然这号称有USB3.2G10Gbps 读写速度有1000MB每秒 只能有这样的表现就真的太可惜了 最少也不能输给小厂F395的350MB每秒 写入速度还低啊 接着是使用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256kb时 读写速度还是一高一低的问题在 读取有971MB每秒 而写入为329MB每秒 我想这差不多是DT-Mass写入读写速度表现了吧 接下来是补测泛响F395在USB3.2G1 5Gbps的读写表现 首先是在Mac OS测试到的读写速度为387和407MB每秒 这速度成绩应该算是在USB3.2G1 5Gbps的中高阶水准了 嗯...也算表现不错了 接下来是测试大量资料写入后 缓存用尽它的最后读写速度有多少 而最后测试到的结果读写速度都是370MB每秒 哇...不错不错 F395在USB3.2G2 10Gbps和G1 5Gbps在缓存用完后 都还可以提供370MB每秒的写入速度 也不会出现调述到很夸张的问题 两者读写速度也是一样平顺 没有忽高忽低极大的落差 这样看起来泛响F395在实际使用上 走的会是比较中规中矩 实在不浮夸的表现 接下来是Crystal Disk Mark 读写性能 基本连续读写F395 几乎可达到USB3.2G1 5Gbps的上线速度 如果你的电脑能支援到USB3.2G2 10Gbps读写速度 我强烈建议一定要插在上面使用 让它可以再多炸出一点效能来 可别白白浪费它的读写表现能力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 而ATTODIS Benchmark的测试 感觉F395在USB3.2G2 10Gbps 而G1 5Gbps的读写性能 差距大约在10-20%里面 都能提供你在使用读写中 不会出现速度太大落差问题 然而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这部分 我使用我的15.6Gbps影片素材档 复制到F395里面 在初期写入速度大约在340MBps左右 但写入到2.8Gbps之后 马上掉到240MBps左右 马上又回升到300MBps左右 之后缓存用尽后又再掉到30MBps上下 又马上回升到300MBps左右 又再掉下又回升到204MBps写完 总共拷贝时间花了45秒 总感觉USB3.2G1 5Gbps的尾速 是为不把F395的需求 总是上上下下的再写入资料 反观在G2 10Gbps 速度都可以提供更好的吞吐量 在尾速保持在350MBps 最后稳稳只用了30秒来拷贝完成 所以如果你有大量档案写入需求 建议一定要把F395插在USB3.2 Gen2 10Gbps的插孔上使用 那以上是我对金士顿DTMAS开枪测试 和泛奖F395在USB3.2 Gen1 5Gbps的读写速度补测结果 看完所有测试后 你要选择哪一家使用 就看个人所需去选择了 如果只需要在高速读取表现的话 那金士顿DTMAS的800MBps绝对是你第一首选 目前市面上也找不到读取比它更快的USB3.2 Gen2学生叠了 但也真的蛮希望金士顿可以把它写入调述问题再修正一下 最起码也要能保持在写入300MBps左右 再怎么样也不能比小厂做的USB3.2 Gen2学生叠差吧 作为国际大厂我这样说应该没有错吧 只要能修正这个问题 真的会马上变成非常有竞争力 那如果你只想可以稳定读写使用表现 选用泛响F395会是不错的选择 不管是在USB3.2 Gen2与Gen1读写速度都有350MBps左右 但我必须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这还是小厂做的随身叠的产品 至于它的品质和耐用度 我也才刚上手使用 能有多耐操好使用我也无法给你保证 也只能等我再多测试一阵子 再来拍影片和大家分享使用心得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看完所有测试 你有不同的见解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指教 相互学习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